- 台岡熊英 哈囉大家好,是史丹麗 新城區的第六隊 台岡熊英 今天在澄清湖展開秋訓 也將舉行他們隊史第一次的開訓典禮 屆時除了總教練以外 我們應該能夠看到台岡所有教練團成員出席 包括Back to CPBL 的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說的不是紅玉宗 而是曾在台灣效力兩個聯盟 帶過兄弟象跟高頻雷工隊的傳奇洋炮入一室 未來他將接下台岡熊英打擊教練的職務 這真的讓許多資深球迷聽到都非常開心 那對於比較年輕或這幾年才看球 玩BBO時也沒有用過路易士 來組兄弟象隊伍的球迷來說 肯定是滿臉問號 那本集影片我們就藉著傳奇洋將系列 來介紹一下這會幫助兄弟象 完成隊史第一次三連八的洋炮 路易士吧 其實中華這幫歷史上 曾經有三位洋將的一名叫做路易士 包括2002年加謀統一士的投手 路易斯阿羅友 還有2013-14年先後效力桃園跟義大的Romi Louis 但他們在台灣留下的成就 可是遠遠不及兄弟象這位路易斯Santos的 來自多米尼家的路易士 11歲時跟著全家移居美國紐約 原本是棒藍雙棲的他 高中畢業後選擇了棒球 在1984年投入美國職棒學秀會 路易斯獲得皇家第二輪的高順位指名 也直接從DJEA展開小聯盟賽季 在曾經年年爬升的情況下 路易斯很順利的在21歲那一年 就首度登上大聯盟 可惜在3A打擊表現穩定的他 在大聯盟卻無法把握住機會 後來他轉頭迪特律老虎 雖然也在大聯盟有過16場出賽 卻直角出了OPS加25的活力 寂寞則遭到了釋出 雖然無緣占為MLB 但路易斯曾在面對洋基時 從傳奇投手Tommy John手中 揮出逆轉比分的中央安打 這場比賽也殺後來受訪時提過 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 非常難忘的一次經驗 1994年路易斯接社兄弟向邀請 首次來到亞洲之邦聯盟打球 當時中職的洋將薪資幣不高 月領3000美元的非常多 但兄弟向卻開給路易斯7000美元 打破當時的洋將最高薪 直逼本土最高薪黃平洋的24萬元台幣 也獲得了媒體跟球迷給他的封號陸7000 而且路易斯當時身穿的23號球衣 最一開始是由本土投手黃龍貴所穿 後來交給時聖洋頭鄧肯 再來就是路易斯 其實今日已經成為兄弟的代表背號 因為23這個數字 只屬於恰恰彭聖明一個人了 雖然越領洋將最高薪 但路易斯一開始來台灣的表現並不好 開幕戰隊統一師被排在先發第五棒手三類 他卻四個打樹都繳了百卷 前流場出賽只有兩場有安打 打擊率僅一成八二 也明顯低於球迷跟球團對他的期望 不過從4月1號面對統一師 從謝家俊手中揮出聖洋手紅開始 路易斯的火力就大解放 打擊率升上三成以後沒有再掉下來過 整季出現過六四單場鐵支 也就是四隻安打的瘋狂表現 讓他在季末以125隻安打的成績 擊敗了時報應對的羊炮喬治 拿下聖洋第一座的安打王 比較可惜的是路易斯原本也一直是聯盟打擊率排行第一 最後在10月16號最終餐 路易斯2-1 康磊則是5-4 讓他直接超車 以三成六零的打擊率登頂 所以路易斯也錯過了拿到雙冠王的機會 雖然說路易斯給人的感覺就是戴著眼鏡 長相斯文 脾氣很好的羊炮 但其實他來台第一年就曾發生過一次火爆衝突 前陣子龍象大戰主題日時 大螢幕上就特別回顧 他跟龍隊投手史考特的經典戰役 當時負責轉播的 也是我們現在熟知的YouTuber團長蔡明禮 史考特非常開心 結束了這場比賽 巴比諾的連續勝投呢 我們中華職棒記錄還是維持在5場 連續完投勝的記錄 我們看這時候 場內突然出現了衝突 根據當時報導 疑似是因為史考特不滿路易斯 在前一場比賽開轟之後 用非常慢的速度跑回分類 已經有在心裡不滿 下一場三陣掉路易斯之後 情緒突然湧上心頭 賽後直接打了起來 連場邊的龍象球迷 都瘋狂丟東西到場內 這個是現在已經很難看到的大場面 也難怪早期的龍象大戰 可以說是世仇的票房暴政 那回到比賽場上 因為路易斯的加入 那一年也帶動兄弟相打線 搭配中線洋炮、蒂波跟葛雷諾 還有本土強打、林逸貞、李軍銘、王光輝 整季打下來全隊平均打擊率高達3x02 先發九棒更有7人 打擊率保持在3成以上 實在是有夠夢幻 除此之外 另外他們的投手群有誠意性李軍 搭配克力士、巴比諾 七首位兄弟拿下了50勝 當中有45場是碗頭 這真的是我們這個年代的球迷難以想像的 也難怪1994年兄弟相 可以達到7x27的恐怖勝率 至今都還是中華之榜年度最高紀錄 我來找影片資料的過程中 還發現一個有趣畫面 只是路易斯在10月15號 對未群龍的下半季瘋狂戰時 在三壘接到球之後 第一時間先高舉雙手慶祝 然後才充滿自信的把球傳向一壘 這一幕真的滿不可思議 也很經典 相信老巷民或老農民應該都印象深刻 以路易斯的成績 隔年被留下來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不只他 兄弟也跟蒂波、葛雷諾、克力士、巴比諾的全書續約 希望來挑戰史無前例的4.8 結果卻摔了重重的一跤 正中多位主力選手成績都有明顯下滑 葛雷諾的長達產量變少 蒂波則在8月底遭到解約 聖頭王陳異星更是變成了敗頭王 也讓兄弟向勝率從前一年的超過7成 掉到低於5成 包辦上下半季冠軍的變成了統一師隊 不過路易斯的火力依舊兇猛 甚至還取代了萬人名王光輝 擔綱第四棒的位置 又一次招出打擊率3成5以上的成績單 球技間創下連22場有安打的紀錄 打破了當時由鯊魚正信生保持21場 另外也有連8打數安打的成就 直到2011年才被林志勝超越 雖然在打擊王之爭二度敗給了康磊 但仍然未免安打王 還冠近72分打點 跟喬治兵列第一 但因為路易斯的打起少了一個 所以最終驚險勝出了 可是當年路易斯跟喬治的打點王之爭 其實是有一點技巧性勝出的 因為兄弟向的最後一場比賽 剛好就是對上石暴英 雙方這時都是72分打點 喬治的打起數多一個 所以必須要再有1分打點的進場 才能超越路易斯 可是相對為了保護路易斯的打點王 頻繁使用故意撕壞戰術 像發投手費南德茲先來兩次 後援的克力士又有一次 讓喬治根本無球可打 最終不甘心敗下陣來 賽後喬治也非常不滿 認為這是一場丟臉的比賽 也讓許多鷹隊球迷替他感到相當可惜 1996年兄弟向政權轉移 改由本土總教練江仲豪上任 兩將只留下路易斯、克力士 跟葛雷諾三個老面孔 找來從師隊回過的瑞琪 跟守護神老伯 這一年也是路易斯披上黃袍的最後一年 他的打擊表現比前兩年又高上一個檔次 不但有穩定的安打、打點輸出 拳衛大產量也突破14這個數字 一口氣來到單記22紅 可惜排在他前面的還有三個洋炮 分別是英俠、丹尼歐跟坎薩諾 所以路易斯跟聖雅第一座拳尾打王獎項還是五人 但是他的老對手康磊這年的成績笑話不少 雖然打擊率還是有3x2 卻遠不如路易斯的3x75 最終他順利收下了打擊王 在終止三年留下345的打擊三圍 真的是非常嚇人 如果用現代棒球的OPS下來衡量 路易斯在兄弟上三連下來 分別繳出160、158、181的活力 雖然都沒辦法排在聯盟第一 卻也都是前三的等級 而且路易斯有個特色 就是他雖然身為頂尖強打 卻非常不容易被三陣 終止剩下的累計1185個打擊 只被三陣了133次 K%只有11.2 也曾寫下連續89個打擊 沒有被三陣的終止紀錄 確實很符合台岡雄音介紹那個男人時給的提示 不過也正因為路易斯的表現太過搶眼 讓他在1997年被日子喬團找上 跟隨巴比諾和瑪利歐的腳步 從兄弟相轉頭獨賣巨人 當時日本媒體給他的封號 甚至是台灣林伍伊朗 雖然我是覺得可以把這兩個人比在一起 真的是很有想像力啦 而加盟巨人的路易斯 並沒有像巴比諾這樣成為央聯聖頭王 反倒出現了適應不良的問題 合計39場出賽 攪出223的打擊三尾 全打支出掛鈴 甚至連在三陣防區的手臂都不太穩定 還被評為平打、左手、頓足 在攻守兩端都對巨人沒有幫助的情況下 計謀就遭到了釋出 他當然也沒有繼續留在日子 1998年路易斯向兄弟尋求回鍋的機會 但因為薪水談不囉 而且相對已經有透過交易 從統一那邊找來吳思賢頂上三類 所以路易斯只好另尋出路 前往台灣大聯盟加盟雷公隊 這也是為什麼路易斯會對港督不陌生 因為雷公的主場就是集中在 高雄利德、澄清湖還有屏東 當時他們的總教練三根俊一 就是路易斯第一年來台灣時 在兄弟相的總教練 手外野的是李居民 敦埔的則是紅一種 所以他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就能夠很快適應這個新環境 雖然路易斯赴日發展不順 但回台灣後他又立刻變回了大家熟悉的強棒 在雷公第一年揮出143只安打 附帶27轟、96分打電 三項成績都比他過往在兄弟相時期還要高 可惜拳雷打還是以一隻的差距 敗給勇士隊的布爾 但至少在打擊、打點、安打榜上都名列第一 也是剩下首度達成三冠王的成就 然而在雷公的第二年 路易斯的表現雖然在水準之上 但跟前一年明顯下滑不少 可能也跟他的年紀已經33歲有關 繳出一張來台5年最差的成績單 直到2000年球棄前 許申明總教練上任 路易斯也就沒有被留下 就這樣離開了台灣 以兩聯盟通算的話 路易斯現在累計462場快2000個打席 打擊三圍是335 這個打擊率3×53 比現役打擊王陳潔線都還要高 雖然在兄弟相只待三年 但如果要提起黃山君的傳奇洋炮 那路易斯的名字肯定是不會被忘記的 離開台灣之後 路易斯也沒有選擇高掛球鞋 而是持續以球員身分四處拼戰 在墨西哥、義大利 跟家鄉的多米尼加棒球聯盟都有出賽 但最厲害的是他還有挑戰KBO 效力韓國之邦的其他虎隊 不但呆滿整季 出賽130場 還有26宏107分打挺的驚人表現 完成了加盟台日美三國職棒的里程碑 退休轉任教練之後 路易斯主要在美國職棒的 密爾瓦及釀酒人隊交打擊 後來也到多米尼加棒球學校 擔任農場主管 對於培養年輕好手 經驗相當豐富 2015年兄弟舉辦向傳奇致敬的活動 邀請創隊以來各個階段的傳奇 其中包括王光輝、陳憲章、吳富蓮等本土球星 另外還有洋將們 向養富鐵、蒂波 而路易斯也在出席名單之中 從活動中的各個訪問都能夠看出路易斯對台灣的想念還有喜愛 只是我還真的萬萬想不到 相隔7年之後路易斯還能再來台灣 而且不是參加活動大概幾天而已 這次是要當台岡熊英的打擊教練 應該讓很多老球迷是又驚又喜 假設啦 不是說假設 總教練還是我們大多數人猜的那個男人的話 有路易斯在陣中其實是很合理的 畢竟他們當過隊友 而且還是在兩個不同隊伍跟聯盟都攜手奮戰過 如果未來看到他們一起指教 這想必會引起很大的話題 我個人是對台岡這系列的教練參謎活動給予滿大的肯定 因為星球隊就是要製造話題 如果只是簡單說 哦 我們找了路易斯 那各家媒體公佈完 可能這個話題就結束了 可是如果給大家猜 還用各種讓人心癢癢的提示 把熱度炒起來 不但話題可以延燒兩天 在PTT、FB或甚至Youtube的討論度都會非常高 現在還沒有正式開訓 甚至總教練都還沒公佈 FB就快兩萬個讚了 我是覺得很聰明而且超厲害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談談你對路易斯的影響 幫我這個沒有經歷過這幫早期的菜鳥球迷 補充一下吧 我是閃利 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是閃利採訪生活哦 那我們下次見 掰